将体能技能结合连贯考核难度更大 对我们自身能力的掌握要求也更高 这次考核不仅检验了我们协同作战的融合程度 也暴露了存在的短板 明确了下一波重点补缺的内容 此次的高强度连贯考核 从真打实训中检验官兵在极限条件下的综合作战能力 不仅检验了作战班组的协同情况 也对单个人员单件武器装备作战能力 进行了全方位的检验评估